我叫阿榮,我的職業也是一個私家偵探 我們三個親兄弟來的,小小時候志願就是做警察 不過媽媽說當時很危險又粗魯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跟警察有少許相同的工作 就是做私家偵探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已經個別修讀這個心理學 但是有些人說我們學非所用 但是我們覺得做私家偵探和心理學 是有很大的關聯的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間公司 叫做三日偵探社 今天天朗氣清 氣溫介乎在33度至34度之間 但是我不知道為何天文台說有颱風迫近本港 還掛了一號風球 真奇怪 我看今天也不會有客人了 不如早點下班吧,去看一場戲吧 阿忠,開門吧 我一開門就看到一位三十多歲的女人 那個女人的樣子不太突出 但是皮膚也不錯 真實年齡可能已經有四十 不過我覺得她有一種很特別的氣質 請坐,請問太太貴姓 我姓陳 陳太太? 不是,我自己姓陳 不好意思,陳太太 不要緊 不知道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我這次來是想幾位幫我查一個人 我懷疑她不忠 她說完之後就打開了手袋 拿了幾張照片出來 交給榮 我接過照片後 一看,原來是一個男人的近照 和她情人的身照 我看她一表人才 又長得挺好的 之後我就問了這位陳小姐 這個是不是她的先生 但她沒有回答我 對於怨父,阿忠呢 通常都會贈她幾句 陳女士 你還愛不愛她呢 如果你還愛她 又為甚麼知道這麼多 她肯瞞著你,其實只是給你面子 如果你不愛她 更加不用花那麼多錢來查她 索性分手就更好,你說是嗎 我有苦衷 那就隨便你吧 我們的費用是五千元一天 通常這些工作 最多五天就可以了 那先謝謝三位 那個人簽了一張支票 還有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和地址 這樣就離開了 那個女人也挺厲害 連那個男人另外有家 和電話號碼的地址 全部都清清楚楚 那為甚麼還找我們幫她 我總是覺得她有問題 問她也不回答 難得理她 這個案件簡直是醫師執 有巢有瘀 我不相信這個姓林的 會飛出我手指 別說那麼多,提早下班吧 我想打風也沒有生意 其實我並沒有真正地放工 我去了陳女士所樓下的地址附近檢查一下 發覺那個地址是一個上等的住宅區 我想這裡就是姓林的家了吧 我在管理處留了一陣 打聽到林先生樓下三層 有一個單位出售 所以我就進去看一看 地方不小 客廳可以看到海 但當然不是維多利亞港那隻 不過已經算是挺高尚的了 看更還告訴我 林先生那個單位都會有意出售 問我有沒有興趣 如果有的話 就幫我安排時間看樓 今天我監視林先生的家一舉一動 發覺原來林先生有兩個小孩 有沒有搞錯 小孩也有了嗎 難怪陳女士要查他 阿強,林先生做哪一行的 是郭鎮銀行的法律顧問 甚麼?不是老闆嗎 我也覺得奇怪 住在這些樓 還以為有三五萬月新 後來我查過 原來他老婆的家裡有些錢 所以說 這些人怎麼會規矩 靠老婆的男人有自卑 這些叫做悲極而犯 你有骨氣的就不要學 免得影衰我 你省一點,阿中哥哥 今晚我們去看著他,好嗎 好啊,我們分頭行事 好啊 經過我們昨晚的看樓大行動 發現林先生上班後 不是馬上回家 而是去了接一個女生 然後跟那個女生去到法國餐廳 享受燭光晚餐 真是浪漫 那個女生 我一看就知道是美女 還要有這麼年輕 比進他 都只有二十歲 他的成熟身材 和那些志氣的神情 完全吸引著林先生 和我 話說 香港女生很少有這麼好的身材 起碼 又不吃七寸高 總之就好啊 嘩,你的口水快流出來了 這個林先生 話說回來真的有一手 家裡一個 金屋一個 這裡又一個 喂,阿中 其實陳女士想要些什麼證據呢? 那當然不是那些普通食飯相 喂,阿榮 你幫我檢查一下這女生的底細 而阿強,你就檢查一下外遇 和拍照回來 OK No problem 事情來到這裡 開始有點複雜 林先生 我就叫她男方 而陳女士 我就叫她女方A 女方A 要求我們 查女方B 女方B 是男方的外語 現在無緣無故被我們查到 女方C的存在 男方對女方A 和女方B 都不忠 但是我最替女方C是不值得的 大好煉華 居然和這種男人一起 我個人的道德觀念 就不是很嚴格 但是一個男人 就算在三個女人當中 還有什麼時間去做大事 喂… 我已經檢查到美女住在哪裡 就是在深水灣別墅區 好東西了 所以說 林先生真的有辦法 老婆和女朋友那麼有錢 我想林先生只是養金屋那個 喂…我還檢查到美女的家人 去世三藩市 我還敢今晚會有些東西看 我準備了今晚 去拍一些小小小的電影回來 好吧…你就去美女那裡 不過不知道阿強在金屋附近 能否拍到一些小小小的電影 好可憐 喂…阿強回來了,怎麼樣 有東西看嗎 當然有 看看我拍攝的電影吧 挺溫馨的 對…這個就是林先生的外遇 有名金屋之嬌 我看她送她的女兒上學時拍攝的 你看看我三、四歲的小小 我想這個女兒和男兒就是林先生的小孩 喂…John 你怎麼定型的 喂… 喂…我橫看怎麼看 這個女人不是這麼像黑氏夫人 你會看相嗎 所以說呢,相由心生 但凡一個人做過一些明不正言不順的事 總是有意無意之間 流露出一些協議的 再勇敢的人 在日子久了之後 亦都會變得多心 多疑 動一點就遷路於人 但你看她 神清氣朗 怎麼看都不像黑氏夫人 嘻… 或者她有兩個小孩 想她地位鞏固 無後顧之憂 又或者她已經接近勝利的階段 不用擔心不見得光 總之林先生就驗福不淺了 三個女人各有各味道 而且每個對她都不錯 等阿榮回來 我們再作結論吧 不如先合陣吧 好 在這兩天 阿榮和阿強都拍了很多東西回來 有美女和林先生的擁抱親熱場面 又有林先生和外遇的溫馨家庭片 看看林先生和兩個小孩和外遇出街的情形 完全不避忌一下 很明顯她們的關係已經通了天 我越想越不對勁 難道當中我搞錯了事情 阿忠 想什麼 嘩…你看 她們很親熱 我想這是我個人的錯誤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失策 什麼阿忠 你說什麼 無緣無故彈起身說自己錯 神經病 不是吧 陳女士一來我就誤會了她是林先生的太太 她不是嗎 絕對不是 從我看完這些帶子後 我發現這個女人 即是兩個小孩的媽媽 這個才是課真價值的林太太 這麼曲折 那陳女士是甚麼身份 那我不知道 難道是情婦 我覺得絕對不是 情婦有自己在頭上嗎 不是 我一開始見到陳女士 我都說過她有一種氣質 所以我覺得這些氣質 看得出不是情婦 嘩…你說了 整天懶惰,很悶 那陳女士用甚麼身份 想來委託我們辦事呢 我不知道 車,你不是很厲害嗎 還說被人知道你開偵探社 你又知道甚麼 你不要忘記,你也是偵探 你別吵了 陳女士稍後上來看帶子 先準備一下 到時我們就知道答案了 陳女士上來的時候 我們用很懷疑的眼光看著她 我們真的沒用 她從頭到尾都沒有承認過 她是林太太 是我們要派她做這個角色 但她也不用隱瞞我們 她的真實身份 我們放了一些很激情 和很溫馨的小小小電影給她看 她很激動 連手也震了 對了,陳女士 請問你認不認識這個美女 是,她是我的女兒 為甚麼 為甚麼你不早就告訴我們 你女兒和林先生的關係呢 本來沒有打算模型是林太太 但我見你們誤會 唯有將錯就錯 因為我覺得 以母親的身份去查個女兒的情人 好像很過分 況且我和丈夫分手已經快張十年 那女兒對我沒甚麼好感 這個林先生欺騙我的女兒 說跟自己的老婆沒有感情 又說自己很多天都沒有回家 毫無家庭生活 婚姻一早已經破裂 不過相信三位都最清楚 林先生怎會離婚 還有的就是 我女兒手上有一筆可觀的遺產 到二十一歲她就可以用 林先生其實是想欺騙我的女兒的錢 所以我想找你們幫我拿些證據回來 讓我女兒知道 別人的夫妻其實多麼恩愛 是不會放棄這段婚姻的 陳女士 如果你的女兒 知道林先生是騙她的話 但仍然決定和林先生在一起 那你怎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沒話可說 好吧,那我們想想辦法吧 你們記得嗎 上次阿忠去林先生的家裡的時候 看見說林先生的家裡有意思 不如我們帶陳女士的女兒一起去看房子 趁看房子的時候 讓你的女兒看看林先生的真相更好 那也好,真是謝謝你們 我們帶了陳女士的女兒去林先生看房子 林太太一直介紹屋內的設施 我們看到一些男人的運動器材 衣服、鞋襪、公示包 這些東西足以沉默地證明了 男主人是經常在這裡出入 對了,林太太,算我唐突 為何要賣這層樓 是我,是我先生的主意 我們不夠住 第三個嬰兒又很快就會出生 所以想找一間較大的樓 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歡小孩子 想他們的環境生活得好一點 林太太,我們回去商量一下 再通知你我們決定成怎樣 就是這樣,陳女士的女兒知道真相之後 就去了旅行,避開一下 而陳女士也有一個意外的收穫 就是她的女兒對她已經失去以前的隔膜 而我們也得到一些額外的收穫 錢,當然有 但除了錢之外 就是可以令到她母女和好如初 千般百股戀牛 從未關心的說話 深深感激一切 我一生記心中 在急風撲面以來 迷失蹤找到你 我的心不須驚怕 有你伴我身邊 而是光重飛逝 未能停留 容許多及你愛 而歌式感激自身 好有我願為你高歌 由天可相 最未曾遺忘 人海中達到你 如天邊中的海角 與你快樂你再高歌 如果你更愛她 又為何知道這麼多 她肯瞞著你 其實只是給你面子 如果你不愛她 更加不用花那麼多錢來調查她 索性分手不就更好 你是否 風吹雨打過程 成我一生的鍛鍊 不懂哭入衝刺 又歡呼又歌聲 讓心我似熱未來 人生中總有愛 而雙手拒走黑暗 有願望有星光 時光重飛逝 未能停留 容許多及你愛 而歌式感激自身 好有我願為你高歌 由天可相 最未曾遺忘 人海中達到你 如天邊中的海角 與你快樂你再高歌 每當午飯時 惡作劇場之 Beyond的沒精打采 第七宗案件 三人偵探 編劇范振鋒 演出Beyond 主題歌曲總有愛 作曲填詞王家強 主唱Beyond 三人偵探 今天為你調查到這裡為止 時光重飛逝 未能停留 容許多及你愛 而歌式感激自身 沒有我願為你高歌 由天可相 最未曾遺忘 人海中達到你 如天邊中的海角 與你快樂地再高歌 時光重飛 時光重飛 未能停留 容許多及你愛 而歌式感激自身 可有我願為你高歌 由天可相 最未曾遺忘 人海中達到你 總要遺忘 遺忘的海角 與你快樂地再高歌 頭噸發燒 當然是吃幸福止痛素 1.53分 幸福止痛素所含成分 經醫學證明 不會刺激腸胃 療效迅速 安全可靠 Yeah 我們給你一張范振峰 謝謝Beyond 謝謝 編劇 范振峰 很厲害 很厲害 希望不久將來 可以有更多范振峰的作品 好 交給你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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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嗎 各位人員 好